秋泽跟瑋妮伴婚禮 然後想說 我真的主持不下去 我心不相信嗎 啊 夢甲夢甲 夢甲賣的樣子 像你散發了 就要看電視 喂~~ 聽不可能 因為我覺得 昨天PO的時候 網友都超好笑 很多網友留言說什麼 是你自己一開始 只要買包包的 又說 Lulu 我跟你講啦 要按沒有啦 因為都是我的 裡面的牌子 然後還有人提醒我說 Lulu 你不要再做 陳哥的生意了 超好笑 大家都入戲很深這樣子 昨天那個節目嘛 那個婚禮歌手 要不要自己來幫 秋泽跟瑋妮辦婚禮 然後想說 我真的主持不下去 我心不相信嗎 因為我的一個很好的 大學同學 也是這樣一路愛秋泽 我昨天早上是被他 打電話叫起床 起床 他就在結婚了 還在睡 然後我還以為什麼了 因為通常很急 應該是有什麼事情 結果是因為這個事 所以我想說 這在我家來說 是一件大事 很好笑 對 但是很開心 你有沒有看到嗎 沒有啊 我超開心的 因為我就覺得 這是什麼童話故事啊 小oret鋪 又廣東 然後又配鞭東 很開心 你們在合作的時候 完全沒有判處 讓我們一起做 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剛才前代 也都聯倒影的意思 所以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們沒有群組耶 因為畢竟我也才兩三場 跟人家加什麼群組 沒資格吧 明年我想要努力的把一張專輯 然後也希望可以寫一本書 對 好喜歡你 你要幫我傳遞給他嗎 但是我真的很覺得他們真的太合配 很開心 對 不可能 不可能這樣問這種危機的問題吧 我跟你講他的部分 他現在穿金帶銀都是我每年累積下來的紅包 真的 他的手機 對 我剛才說從iPhone7 8 9 10 7 13 哇賽 穿金帶銀包包超寫 超包 對 所以說 學對藝人很重要 哈哈哈哈哈哈 他們的一定不會少啦 還有我的節目啊 每年過年要包紅包的時候 因為我每個人看到的人就會包 然後在攝影工 奇怪 後面拍大把照片 這個 欸我看過你嗎 沒見過這個人 不然收回 欸你以後是誰 欸新年快樂 跟住女說 欸再多你兩萬 再多你兩萬 然後錢不夠 欸欸再多你六萬 越你越多 我相信大家會感念在新的 幫我把燈打漂亮一點 幫我把燈打漂亮一點 幫我們過少五秒 挑個人 說滿月欸喔 那個要包紅包嗎 不是結婚才要包嗎 明月也要包嗎 我一定會選超多禮物的 我每個都想好了 好喔 我們要去傳口氣喔 好喔 好喔